国手核心后卫成最大水货 传球失误看对手上空篮绝杀 杜丰看走眼CBA第二阶段比赛进行中 在过去不久的一场比赛 深圳南篮挑战浙江广沙 两支球队都是联赛积分靠前的球队 后者球队在孙明辉的带领下 在上一场第二阶段的揭幕战 击败了魏冕冠军球队宏远南篮 广沙的势头很猛 所以这场比赛注定是精彩胶着 但没有想到 孙明辉努力了全场比赛 却在最后27秒犯了迷糊 疑似闹了脾气 对队友没有接到自己的传球而感到不满 这导致领先一分的广下南篮 被深圳南篮抢断成功后 无人反击上篮得分完成逆天翻盘绝杀 全场比赛孙明辉砍下了28-10两双数据 发挥很亮眼 但是葬送好局的也是孙明辉 两方战至最后30秒 广下南篮领先深圳南篮4分 深圳南篮球权发起进攻 经过几次传球球来到了底角卢鹏宇的手中 也稳稳命中3分 将比分差距缩小至1分 此时时间还剩下27秒 广下南篮掌握球权 基本上处于不败之地 正当解说表示 深圳南篮应该逼抢犯规在头3分追分 孙明辉接到球权之后 在前场原地运球消耗时间 当时间剩下12秒 孙明辉招手示意队友去左侧底角站位 这个举动被深圳南篮驶破 湖顶的固拳马上跑向孙明辉左侧 要在左侧包夹孙明辉 行程逼迫后 孙明辉向中路运球 而深圳南篮沈子杰和布克早就守住待兔 孙明辉杀入篮下 果断将球权转移到左侧底角 结果被干扰之下 队友胡金秋视野不佳 没有接好篮球 差点失误出界 只能飞身就球 将篮球大力抛向脑后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孙明辉在篮下失误传球后 发呆长达3秒钟 深圳南篮逼迫抢断成功 接到了胡金秋的就球 然后形成以多打扫快速反击 此时时间还剩下6秒钟 胡金秋摔倒在了场外 孙明辉在前场底线发呆 只有一只脚踩在界内 深圳南篮沈子杰将球权转移到队友手中 孙明辉才散步式地走入球场 但没有追防 而是继续思考人生 直到卢彭宇并球推进到前场 助攻顾全完成上篮绝杀后 孙明辉也没有出现在后场 反倒是就球摔倒在界外的胡金秋 快速跑到了自家后场的罚球线位置 广下4名队员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反而核心孙明辉提前放弃 这样的行为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而且要知道 孙明辉在此前世遇赛中被杜峰选中 身为国手南篮球员 首先在CBA职业赛场上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而不是消极比赛 孙明辉在国家南篮队伍中 对阵日本南篮的比赛中 至少有两次被日本后卫球员抢断成功 完成反击上篮得分 这也说明了一点 孙明辉是一个双刃球员 顺风的时候怎么打怎么有 逆风的时候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犯下低级失误 所以 杜峰会考虑在下面的试遇赛 对阵澳大利亚南篮的比赛中 将孙明辉打入冷宫 淘汰拥挤的6名后卫线的2名人选后 加强风险的补强